我們今天講講小提琴的基本 拉小提琴最主要有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小提琴 第二就是左手 第三就是右手 講小提琴 上面就是耳朵用來吐音準 下面這塊叫Chim Rest 用來托下巴 每人的下巴的形狀都不同 市面上都有很多不同的Chim Rest 我覺得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Chim Rest是很重要的 除了Chim Rest之外也有Shoulder Rest 通常會放在後面的 我現在就裝上去 這個是我喜歡用的Shoulder Rest 叫Bomb Music 我覺得每人的擺法都不同 我自己喜歡這一邊就入少少 這一邊就出少少 找了一個舒服的托法 就跟著那個托法 那什麼叫舒服的托法呢 你只需要放上來 下巴夾上來 可以兩隻手放下 這個叫舒服的托法 之後就講講一個Posture 站直個人 上半身一點斜向 斜向45度角左右 然後下巴夾著補球 這樣就叫一個正確的Posture 留意那個琴就最好和你的人身成為90度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就是這樣 你的眼角會看到這個琴頭 大概在你的眼性水平位置 OK好 接著就講一講 如果一隻手放上來會怎樣 夾好一部琴 右手放上來 手指弓就會這樣放 最正確的就是手指弓就這樣托著它就OK 千萬不要很多伸手就會這樣夾它 這樣是不對的 就是拿這個手腕托上來 因為這樣會影響你日後按音的操作 永遠記得要托開手腕 就是拿開手腕 你想像中間有個拳頭 有隻雞蛋放在你中間 你永遠沒有得按下去 好 接著會講一講琴 琴手 右手 通常我們掌琴會是 首先這樣放在這裡 手指弓會放在這個 琴筋 Frog 還有這個 真皮中間的這個 很細的一個木有個位置 讓你放在這個手指弓在這裡 通常會是你手指弓的 油側 油尖 這樣放在這裡 食指就會伸直 然後這樣 會放在大概你的這個位置 放上來 其他這兩隻手指輕輕 包住這個黑色肛跟 手指尾就放在肛跟那裡 這樣托著它 這樣就是一個保號 如果有了肛之後 我們今天就嘗試會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articulation 即是肛的上落的換肛 第二件事就是trajectory 就是肛走的路線夠不夠直 第三件事就是angulation 就是肛理論上可以 將它的角度轉換 來製造出不同的聲線 通常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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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大的迷惑 即是是一個流動 拉下來 理論上去到弓尖 你要食指給他多一點力 來保持音色 相反去到弓筋 你會感覺到越來越重 你的手指尾要多加一點下語彩 去反抗那個力 尤其是在弓筋的那裏 你想像一下多一點用手腕做這個 好像游泳的那種力 即是你如果游至游色 你是入完水之後 然後你會想有那一刻 catch water 然後去滑水去後面那一刻 同樣道理 你去到弓筋這裏 就相反去到弓筋這裏 就說一說 trajectory Tradactory 就是弓筋走得夠不夠直 那就相反去到弓筋這裏 那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眼睛留在這裏的視線 那不要太近fingerboard 也不要太近馬仔 在中間 你會想拉到一個比較直的弓筋 那你會想拉到一個比較直的弓筋 那當中牽涉到的就是你的手腕 你的手肘和你的肩膀 那G弦和E弦的結構都不一樣的 那多些用open strings的練習去等自己熟習一下 不同的弓筋的那個trajectory應該是怎樣的 那之後你才會在不同的歌曲那裏 apply到 那之後講一講articulation sorryangulation 不好意思angulation angulation 那理論上你放了一支弓上來之後 你的手指弓是可以轉你的弓的 那如果大部分時候 你都會是把你的弓領向你自己 那就只是用在右側的那支弓 你這樣只會動用到大概66%左右的弓筋 這樣就已經足夠你擁有大部分的音色 即是舉個例子 那適合於大部分不需要太大聲的弓筋 但是你亦都可以將你的弓筋慢慢轉向外面 那全弓舞 這樣就有了一支弓筋 這樣就有了一支弓筋 會是適合一些比較快速的 亦都很激昂的moment 這樣就angulation 轉線 轉線就講求這個shoulder movement 夠不夠swift OK 你講求的是用最少的movement 但是就做到最多的strain crossings 那麼efficiency 這樣就多些訓練一下你的右手的shoulder 但是另外你轉線的那時候 你也都不要被弓動來動去 即是 你可能會將你的視線 保持在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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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像是 你的那股力 永遠只保持在幾個shoulder level 即是你這樣 你的那股力是不會突然間沒有了 你永遠只保持在 其次你也可以靠你的身體擺動去 幫你 幫你快點reach到你上去的線 即是 然後會講左手 小朋友們的左手 就 我會講 我們首先講一講 手指弓的placement 夾了琴上來之後 你第一時間會想的是 手指弓擺在哪裏 每個人的手的結構都不同 我的手會偏大的 所以我喜歡會包得多些 有些人的手比較小 他們可能會放低些 我從小到大都習慣了這樣 所以 open note 這個叫open strings 沒有牽涉到左手 如果open note就是 open note 雖然看上去很簡單 但我們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 就是 它要夠clean 它要夠solid 怎麼做到呢 不用說那麼多廢話 按下去夠大力就行了 如果以一手指的open note來說 我會特別留意 我首先是用指尖去按 按 用指尖去按 你才可以以最大的力道向下 我們嘗試 think in terms of arrows 手指弓呢 offer給你的力 就是counteractive 是向上的 不會是主動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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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會將它推向上 你的手指是會將它上次推向下 向下的力 大於向上的力 那offer law 向下的力 就會大一點 那音就會實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會說一說低把位的陣音 什麼叫低把位呢 就是可能一至三的 position 這個叫一把 這個叫二把 這個叫三把 甚至四把你都可以說 那什麼叫低把位的陣音呢 怎樣分什麼叫低 什麼叫高呢 就算你的手指弓 你都還可以 在neck的那些 vibrato 我會說它們都還是 low position vibrato low position vibrato 的做法就是 我們照做open note 那你記得那些箭嘴 手指弓的箭嘴向上 所以才夠實 那然後你再想像一下 有些人說敲門 那我自己我就只是想 那個knuckles 我想將那個knuckles 這一堆knuckles 向這樣動 就是向前向後動 OK 就是 這一堆knuckles 我會想像是這一堆knuckles 你帶我這樣動 那所以按實 那 vibrato講求節奏 你按了進去之後 就 就 unless 那個situation closal 你就不需要一下子 就立即入了 full speed vibrato 你按完進去之後 試試慢慢來 先 vib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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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也會說一說低範圍的陣音 但這次只會說四手指 我們英文叫做panky 說之前你要明說 我首先想說一說 我的右手和左手的panky 拉了這麼多年之後 又有點不一樣 那你當我右手的panky 是我當初學的panky 有問題是 按住后,你的PIP会继续续续续 无论我到什么位置 我除非要硬去继续,才会继续平 如果你在低把位的那时,也不大影响 你仍然可以照着震 但高把位的震音,如果你的PIP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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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brado是很大的幫助,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試一下低把位的震音 OK,那你會見到的就是 我就是會是最Distal的Join會在那裡震 那對你的四手指的整個震音來說 會是一個最Consistent的震法 如果你可以練到上面的這裡平了 然後就只是靠Distal的Join去震 那另外的就是你的手指甲placement也很重要 你一定要包得夠實 那怎樣實得來也不影響你的前後震動呢 記得這裡留一個適當的空間給自己 那一樣呢,我也是會想那些Nuckles向上向上 那你最重要的是四手指按得夠實 你可以在這裡平完之後 把那些力傳下來指尖這裡就可以了 高把位震音 這叫高把位呢 就是你的手指甲會開始轉了Position 低把位你手指甲都還包到 但如果高一點呢 但如果高一點呢 你看到手指甲已經包到的位置就會低一點 就是少一點了 那我自己高把位我會喜歡放在這些位置 就是無論哪一條線都好 那其實那個原理一樣 你都是負責按下去的那些手指要夠實 但是向下的力要大過你手指甲 給到你向上的力 但是你另一件事要留意的就是 現在這些位置 手指甲的overall的力 你反而不會想到 是下跌這裡包得那麼實 然後向上 你反而想到的就是 手指甲只是扶著的 手指甲可以做的事 就只是很solid地扣在這個位置 讓你的助手不動 但不會再有那麼多力給你向上的 那如果再高一點呢 那我再說一下 那剛才這些位置呢 都不算最高 如果再高一點 那如果再高一點 便有那些問題 那你會看到的就是 很多時候你可能要包近旁邊的這些位置 你會更加了解到的就是手指甲 你要給你的手指甲一個舒服的placement 去讓你去repeat這個前後前後的動作 它不會甩掉,你可以有一個位置給你 那怎樣有這個效果呢? 你會覺得你的手指甲永遠會在這個位置 那你無論在grapple 中什麼 然後再高一點 都還在曲 OK 另外就是,例如琴的這個位置會有一個東西突出來 那你就會想像一下,你可能想扶在這些位置 讓手指甲會吃死一些位置 最後講一講,在G線高八位的震音 你會特別留意到的就是,你的手指甲一樣也不是很多的勢力 就是,你去到 那你會看到就一樣,你的手指甲都會想保持一個這樣的形狀 讓你起碼在你的手指側上anchor一些東西 然後呢,你會focus在大部份的力 就是在你按下去的手指那裡 那通常,G線的high position你不會用四手指的了 通常 因為那個,那個 你中間要繞過的東西太多了 你如果硬都還要買四手指 你的力很難是 還有,G線很粗 那去到高把位,你四手指未必夠力去把線都按下去fingerboard那裡 通常會用三手指 那我一樣,我都會想那些knuckle 將它前後前後這樣用 那你特別留意的就是這個手腕 你會盡量彈空一個空禮出來 不要碰到補琴,那你才會震到 檢転走 主題